好了 鄉親啊 來去生老家 中華保養的英禄社區 有二三十間的三合院 都已經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了 有著要來發展到社區的特殊 在地人跟家庭的農村生活 還有古早家庭的藝術 都跟未來的三合院的拚頂 讓來這裡出土的遊客 除了可以在那裡 也能了解 當地告訴你 日後很嚴重 大陸這座 出身孝領的三合院 不像時間停止一樣 看這些鄉親去的處頂 各位 吉祥新宿的拚 爭 爭 不能撤到 所以我在這裡下的故事 這是中華保養英禄社區 有全中華密度上官的三合院 住入樓監 保養鄉三合院的保存 入境是可以說中華館 可以說最多 這些三合院密度有多官 就像一頓西北戶記者想的美貨 就是一座三合院 當一個月也是三合院 三合院起這座是因為英禄社區 是前行的農村 這裡差不多有二三十種 這座需要來拍攝 需要來拍攝 三合院的建築就是有一個 留一個公廟來拍攝 三合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個 店可以拍刀 拍土刀 拍攝 丁丁的農作物 也有一個珍重的昭龍特別通風 出入方便啦 還站好涼 安安就好了 英禄社區三合院的住戶 差不多有七八十年的歷史 這個河都要有人在住 古典的三合院社區 有年輕的活力 這幾片柴尾拼是年輕人 最喜歡學生的地方 外面的圍牆也都有圍牆 以前農村 一些農作物的修生 前面就是有一些 鼓勵贏親的介紹 如果有研究英禄社區 不用只有學生就離開 最好走進行地 好花參觀三合院 他們在這裡的清火 外國都要走走 我们下期再见